我们要知道在佛陀的时代 本来是没有经典的 那个时候都是用口耳相传 因为佛陀重视的是在生活中的时间 而且当时的弟子们 都可以直接跟佛陀来请法 所以不需要做文字的记录 可是等到佛陀过世之后 慢慢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很多的后世的弟子们 就比较不能够再真正地了解 佛陀的法义 因此就出现了必须要集结起 佛陀的教法的这样一个需求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 前后有三次的集结 第一次就是在佛陀刚过世的 第一个夏天就来进行集结 那么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可是这一次的集结也是没有文字的 也是用记忆的方式 背诵的方式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佛经前面 有一个如是我闻 那那个就是阿南的口气 完全是去记忆佛陀所说过的 这个经典的内容 那么第二次呢 也是用口耳相传的方式 那么一直到第三次 也就是在阿语王的时代 这个时候已经距离佛陀 大概已经将近三百年左右的时间 那时候才开始用文字的记录 那么最早的经典呢 是用巴黎文以及梵文来书写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层次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学法的人 佛地址本身的一场上来看 当然我们要先去相信说 经典里面所记载的呢 都是佛陀所说的 那么即使不是佛陀亲口所说的 只要跟佛陀的法意是相应的 我们仍然可以把它视为是佛说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本身的这种体会 也能够来印证佛经里面讲的道理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那么在文摩切记里面曾经提到过 我们这个学佛有四个 四一四不一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依法不一人 所以那个法本身 才是我们要去重视的地方 那么这个法呢 其实是遍布在我们的生活 遍布在我们的四周 我们只要用心地去体会 用心去观察 就能够看到这个法意的呈现 那简单来讲 其实就是所谓的缘起法的部分 那么这个是可以透过 我们自身的体会来了解 那第二个层次是所谓伪经的问题 确实没有错 因为时间这么长久 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不完全属于佛教 或属于佛法的这个部分 会渗入到这个经典里面 那么一直到现在为止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 仍然经常会困扰到我们 因为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的话 只有佛或佛菩萨 或者是有正果的这些大阿罗汉 这些有成就的人 他们才可以来正式来说法 正式来弘扬这个经典的内容 那如果是假托其他的一些 等等之类的这样一种 所叙述出来呢 我们基本上是采用一种 迟疑的态度 保留的态度 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等到公元一世纪左右 佛教传入了中国 那么就开始了翻译经典的这样一个过程 可是翻译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翻译的不正确 或者翻译的不完整 那么这也会造成理解经典上的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 事实上都是经过前人不断的 一代一代的记录 然后加以研究 然后加以整理 才保留到我们现在 可以说这个经典 每一步都集结了非常多先人的 这个心血的结晶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把经典 称之为这个三宝中的法宝呢 就是因为它是真正传递 佛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